今天的用餐時間 接下來我們透過連線 來看基隆廟口人潮的情況 知情請說 主播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基隆的廟口夜市 不過還是受到參數 颱風的影響 可以感受到在市區 是有間歇性的大雨 像現在可以感受到雨 是又慢慢地又變強了 不過在這個廟口夜市 我們可以看到有部分的店家 他們今天確實是拉下門來 沒有坐聲音放了颱風架 但是因為現在是晚餐時間 所以其實有開門的店家 其實迎來了一波晚餐的人潮 我們一起來看看稍早的訪問 就剛好肚子餓在附近 你本來不知道店有開嗎 不知道就經過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民眾就算是撐著傘 或是穿著雨衣 不過他們還是想要來這邊 因為畢竟是晚餐的時間 那很多人都是選擇了外帶 要一起回家享用這個晚餐 或者是因為現在也有開放的內容 也有不少人的選擇 就是直接在店裡享用美味的小吃 那麼提醒各位民眾 其實這個探數颱風的暴風圈 還是沒有完全的脫離台灣 今天晚上的雨勢跟風勢 還是值得民眾相當的注意 如果沒有特別的事情 其實還是不要隨便的出門 盡量的待在家中躲避風雨 來確保自身的安全 那麼以上就是基隆現場最新的情形 我們將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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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